大妹子,你家床坐好了 谢谢张大哥了,搬进去吧 若梦没有急着铺床,出了房间后对张大山说 张大哥,我想在我家这旁边搭个小厨房 你看你这两天有空吗,想请你帮下忙 没问题,刚好我现在手上没活,明天就来帮你们搭吧 那太好了,麻烦张大哥了,你看这银子方面 要啥银子啊,一个小厨房而已,问题不大 随便弄点木柴搭起来就是了 行,那就谢谢张大哥了 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木小厢又撅着嘴道 二嫂,鸡蛋又被他们捡走了 没事的,捡了就捡了吧 晚点张大哥来帮我们家搭厨房 让他顺便搭个鸡圈 以后咱们的鸡就养在咱们自己的鸡圈里 嗯,那样我们就能每天捡到鸡蛋了 搭房子需要木柴 等一下我估计还要进山一趟 砍些木柴回来才能搭 张大哥来了你就跟他说一声 让他先等等 来到这里后,若梦发现自己真是每天都在山上砍柴 两人吃完了早饭 依旧是木小厢去照顾木思远吃早饭 若梦正要进山,张大山就来了 一起来的还有他兄弟张大和 张二哥也来了呀 是啊,我怕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把他也叫来了 反正他今天也没事做 大妹子你这是要去砍木柴吗 嗯,那就谢谢两位大哥了 我家里没木柴 得先去砍些木柴回来 木柴我家里有啊 大妹子你别忙活了 我家里还剩一些 搬过来直接用就行了 反正在家里也是堆着 再说一个厨房要不了多少 到时候不够再去砍就是 行,那就谢谢张大哥了 既然不用上山砍木柴了 若梦便打算去镇上一趟 买点菜回来 中午好请张家兄弟吃饭 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 若梦遇到了一只白色的小狗一样的小东西 啊,好可爱 女孩子对这种小狗是没抵抗力的 连忙把东西放下后 就去抱那小狗 小狗狗 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啊 你爸爸妈妈呢 小狗没有回答 看来还不会说话 若梦左右看了看 都没看到有别的生物存在 左思右想后 若梦只能选择先带他回去 一回到家 跟张家兄弟打了个招呼后 若梦就先来到了厨房 小香 有没有米汤 有啊 二嫂你要喝吗 不是 你给我打点出来 这小家伙要喝 啊,小狗啊 二嫂你抓的吗 不是 路上捡的 他好像很饿了 你去我屋里 把那个桌子下面的那个碗拿过来 给他盛点米汤 好嘞 若梦把小狗放下的时候 米汤已经不烫了 小狗巴唧巴唧的喝了起来 看来是饿得不轻 我买了些肉 你去后院摘些菜回来吧 好 吴春兰听说若梦从镇上回来了 想来看看他买了什么 结果一进厨房就看到那地上的小狗 竟然在喝米汤 若梦 你有病吧 怎么给狗喝米汤 这人都还没吃的 你倒是先给狗吃了 大嫂 我又没为你加米汤 你那么激动干嘛 什么叫没为我加米汤 你是不当家不知道粮食的金贵是吧 现在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饱 你竟然还给一条狗吃这么好 你真当粮食是大风刮来的呀 我没有浪费你家的粮食 所以大嫂 你要没事 就去把自己的牙齿刷一下 省得说话的时候一股臭味 我隔着老远都闻到了 敢骂我 若梦懒的在理他 吴春兰感到无趣 气呼呼的离开了 很快沐小香摘了两颗白菜回来 嘴里叹气道 几个月不下雨 这菜都快粘了 咦 二嫂 你买肉了呀 你怎么想起买肉了 现在肉可不便宜 竟然还有冰糖 没事 肉是用来招待张大哥他们的 冰糖我晚点也有用处 当吃饭时 看到那盘子里的肉 张家兄弟还是惊讶了 大妹子 你这 咋还买肉了呢 咱们这邻里邻居的 不用这么客气的 随便煮个白菜对付一下就好了 没关系 你们来帮我家干活 总要做点好的招待吧 再说 这也不是啥好菜 只能委屈你们将就一下了 你这话说的 这都全是肉了 咋还不是好东西呢 是啊 现在的肉可不便宜 已经得一二十文吧 也还好了 来来来 快吃吧 等一下可就凉了 阿房这边 牧城明白天去镇上干活不在家 吴春兰和三个孩子眼巴巴的看着 闻着那香味 大儿子牧轩撒泼道 娘 我也想吃肉 我也想吃 牧羽没说话 但是从眼神也能看出来 他也是想吃的 吴春兰眼珠子转了转 小声道 你们端着碗过去 跟你们张大叔张二叔要 就说你们饿 也想吃饭 牧羽 你也去 要到了 给我端点回来 这边若梦几人正有说有笑的吃着饭 牧轩牧轻突然来到张家兄弟身边 眼巴巴的说道 张大叔 我饿了 张二叔 我也饿 张家兄弟一愣 看到牧轩牧轻这样 瞬间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都齐齐看向若梦 若梦挑了挑眉 笑咪咪的道 饿了去找你们娘啊 你们娘没做午饭吗 牧轩牧轻对视一眼 眼神闪烁 做是做了 姐姐做的 但是他们不喜欢吃啊 他们想吃肉 于是牧轩又对张大山道 张大叔 我想吃肉 我也想吃肉 张家兄弟都没急着给 而是依旧看着若梦 要不让张叔叔给你们咬一口 你看你们两个张叔叔身上 也没多少肉啊 要不还是去找你们娘 让他给你们咬吧 他身上肉可多了 两个小子被若梦给绕晕了 后面的牧羽却听懂了 他知道若梦真是不想给他们吃 可是他也想吃 因此也没离开 心里想着 如果牧轩牧轻要到了 他是不是也能有 我们要吃这个肉 若梦想了想 还是每人给他们加了两块 行了 快回去吧 二婶家可没有太多肉 让你们娘给你们买去 这三个孩子其实还没彻底长歪 要是彻底歪的 估计就上手抓了 希望吴春兰 不要教坏他们吧 结果牧轩牧轻一口吃掉碗里的肉后 就又把碗举了起来 还想吃 不行喽 你们想吃肉的话 就让你们爹娘买 二婶家也没有太多肉哦 说着不等三人说话 若梦就冲大房喊道 大嫂 你三个孩子饿了 你不给他们吃饭的吗 他故意扯大了嗓门 果然本就注意着 他们这边的邻居们文言全都看了拐 吴春兰在屋里咬着牙 走到门口说道 谁没给他们吃饭了 那是他们自己不吃 再说你一个做二婶的 给他们吃点怎么了 那可是你侄子侄女 你以后说不定 还得靠他们给你养老送终呢 大嫂 我以后靠不靠他们养老送终不一定 但是你肯定是要靠他们养老送终的 你还是好好做饭给他们吃吧 今天是找到了我 以后要是找到别人家 人家还当我们沐家 穷得连孩子都养不起了 得让孩子出去要饭呢 若梦说着 就大大方方的给三个孩子加了半碗肉 然后温柔和蔼的对他们说 以后想吃啥 就给你们爹娘说 你们爹娘有钱 不会短你们吃穿的知道吗 沐轩沐轻得到了肉 傻野来不及说就转身跑了 沐浴则是低着头到了 谢谢二婶 让两位张大哥见笑了 不会不会 大妹子是个好婶子啊 看热闹的邻居一听到 没想到帮若梦加干活 竟然还能吃上肉 闻着这飘过来的肉香 有那么几颗心思就冻了起来 若梦还不知道 已经有人打上他们家的心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